因为它是财问9988的阿里巴巴 也就像你所说 其实它原本有个心态就是想短炒 它的故事就是这样 它164元是小柱买了 原本想短炒 想着168元左右就沽了 但是昨天就看到外围跌 它说是否又会再转跌 是否应该现在就开始沽了它算呢 是Wilson 即是昨天买164元买的 那你硬硬去追 短炒就是我们说的 不要等东西全部升上来的时候你才买 就是你通常如果在昨天买阿里巴巴 你就真的要拼转勢 拼内地真的完全没有监管风险 我们说的就是这件事很不明智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短炒阿里巴巴 昨天那些差不多叫做 我觉得是识户位 就是当然你说的破坏上50天线去追 如果你短炒的话 你是拼其他人在50天线 你现在不会在这些水平的时候 走一走 你说的止洩位 其实就设在20天线 150元左右的位置 所以其实你如果说用短炒 昨天都不会想买阿里巴巴 一个问题就是直拼率问题 我们拿50天线 你在50天线这些水平去买 下一个支持 你肯定是要以20天线做止洩位 才整件事叫做比较高的直拼率 但问题是你承担风险 一成左右 直拼率很低 你再上 你要看下一个比较明显的阻力位 就是170元 175元的水平 所以你想短炒 我们就是说 当你想短炒的时候 你不是想基本因素 很多东西都是短炒 很多时候玩冲击 是 只是想一个短短 问题就是 人家在130多 140元的时候 已经在炒冲击了 冲击画面就弹下来 到时候你就只能够从图表上 定一些的止洩位 图表止洩位 现在就是说 当你做这个部署的时候 已经在想 其实按道理 你做部署的时候 整件事就是用20天线 150元做止洩 看170元左右 直拼率低 就是说上的空间 比止洩的空间少 但是问题 你也做了 我觉得暂时来说 短线就暂时调整 我又不敢说 真的完全没有机会碰170元 但如果你本身的角度上 外面就说短炒的输小当营 paradise 难руг Confederate 并不断断断断断断最狡划 一个问题就是 我最害怕的状况就是 通常你落到150元 你不肯走 посмотреть 然后突然变成死渣日冷 反正166元其实不太贵 那我们都持续拉下去 但是如果你说 做一个分散投资的话 其实我觉得 趁这 concludes 调整的时候 就会泡阿里巴巴 而化过一家的科技股 所以会相对会较好 所以就在内容 你购习当然了 一定从中线角度 我覺得短炒的話這些位置 反而短線是食物位 你等它調整下來的時候 再浸泡去買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你164元買了的話 你本身是想著短炒的話 既然現在都守不住50天 就先去找位置買過 是